L聊四季 天天留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瑪莉人對上瑪扎爾人 這場比賽是 Underworld 4 這場比賽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開局方式 充一出五是九春開局的 這場比賽也是一場預選賽 台灣隊友目前有三位選手出場 雷茲跟Z40 還有一位選手我不太熟悉 歡迎大家也可以在下方充 Z40在這場比賽打出了一些蠻精彩的操作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Z40是怎麼玩這場比賽的吧 來看一下瑪莉人 瑪莉人這個文明是有木材的建築物消耗減免 他比較特別的是帝王世代的飄漢精神 可以讓肉馬加武功的傷害 攻擊力加得非常多 但是他是沒有三攻的關係 所以他的步兵攻擊力會稍微弱了一點 但是他的劍兵勇士的遠防是非常高的 所以瑪莉人也可以試情況去打步兵系的單位 主要還是要靠步兵為主 靠這個騎兵為主 是他的主力 我們來介紹一下對手選的文苗 對手也是我們知名的法國好手 馬姑姑 馬姑姑他今年是21歲 他的實力其實我覺得是蠻厲害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在最近的比賽有點失場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場馬姑姑會怎麼跟我們台灣的職業選手 Z40對抗吧 好 那來看一下瑪莎人 瑪莎人這場比賽是一個比較 適合打快攻的文明 因為瑪莎人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有免費的一攻 所以這個瑪莎人肉馬開局會更適合他 而且這個比賽的村民開局數是更多的 村民一開始就是九村了 所以肉馬出門時間也會跟往常不太一樣 而且又有這個海可以去捕魚 所以這個肉馬出門時間 他可能要自己去調適一下 如果要打一個極限肉馬的話 勢必要去壓縮到魚團出來的時間 那如果打一個正常的開局方式的話 那他的肉馬可能就效果就沒這麼好了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馬姑姑這一把開局要去思考的事情 那馬姑姑這一場的開局方式 算是一個 算是極限肉馬開吧 不好意思我剛看錯了 我剛想說你怎麼可以打肉馬 然後又可以開魚船 我越想越不對勁了 OK果然是打肉馬開局 因為根據我的認知來說 瑪莎這個文明如果要打肉馬開的話 開碼頭會有點顯得有點無力 OK那馬姑姑這邊是沒有開碼頭的 反正是打一個極限肉馬 然後下軍營 然後要下這個馬舊了 那第40呢反正是一個很正常的開局 好魚船就開始再出了 那待會要遇到的是馬扎爾的一個極限肉馬燒了 這邊時代也不能太晚上 大概是25 26匹喔 那左右的時候可以點下封建時代 那馬扎爾這邊則是18匹上了 一個很正常的阿拉伯的批數 上去走 OK直接剪掉了黑暗時代的時間點 我們就直接來看封建時代的互打 那中間這個區域呢有非常大量的石頭 還有這個香龜 但會通常來吃中間香龜的玩家會比較少 因為這個投資層面有點高 可能要插劍塔才會吃得比較安心一點 好這邊一撐到封建時代 肉馬直接抓到一村Z40 直接損失掉啦 好這邊村民損失掉之後 後方的魚船也被肉馬爆打 這也是這場地圖的一個細節喔 越找的肉馬快攻喔 可以直接拆掉後方的魚船 魚船也不能收到這個碼頭裡面去躲避喔 所以只能被對方爆打 然後自己要趕快轉出槍兵跟肉馬 這就是為什麼這把比賽喔 不能太晚上封建時代喔 那今天這邊上了封建時代 肉馬跟對方對打也會打輸喔 因為對方是有這個異攻的傷害加成的 這集肉馬打輸一定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這時候對方馬扎爾的槍兵 肉馬已經出來了 瑪莉這邊是決定也是要打肉馬開局 這邊要趕快轉更多的槍兵喔 去防守 那後方魚船喔 沒有槍兵去第一時間去抵擋 而是抵擋右邊這邊的 槍兵的騷擾 好這邊還是決定要吃果子 那後方已經轉出了一艘火戰船 但已經剩下一艘魚船了 這隻肉馬已經架子連城了 收了三艘魚船跟一隻肉馬 已經不虧了 好那馬扎爾人這邊是沒有打算要放棄 Z40後方的經濟區域的 但是現在火戰船在防守 這些海豚應該是要被吃乾抹盡了 槍兵過來 也沒有辦法阻止火戰船 好那肉馬直接往左邊打 瑪莉這邊並沒有拉 村民沒有拉槍兵過來 可是直接用村民陰戰 但這邊村民陰戰結果可能會損失異村喔 村民吃到這個異攻的肉馬傷害實在是太高了 因為現在肉馬打一隻村民喔 是五滴血 那只要打八下就會死一村喔 平常都是要打九下的 OK這邊直接反擊回去 肉馬直接損失掉了 這邊操控單位馬姑姑操控得很好 年輕選手都有這個特點 就是控兵都是控得很好的 Z40這時候補下了一級的農田技術 馬姑姑這邊打法算是一個很標準的 馬扎爾的肉馬快攻喔 而且數量並沒有低於五隻 這個是一個 哇這邊15了喔 直接撞到Z40的槍兵 哇槍兵這邊立了大功 剩下三隻肉馬可能就不會再繼續出了 因為這個時間點喔 再繼續出肉馬會拖到你上城堡時代喔 這個時候就差不多該去挖黃金了喔 然後去補下更多的農田 這裡再補了一個伐木場 然後開始圍家了 Z40這邊選擇大圍喔 算是很好的可以守住對方的肉馬 燒好的一個情況 那還有三隻肉馬在裡面繞 還是會讓Z40的心神不寧喔 而且這三隻村民還是很有機會喔 可以打到村民的 好 當然馬姑姑這邊也是開始轉起了手勢 右邊的肉馬也是可以在巡邏當中 好這裡是要圍石 好那目前看起來兩邊應該是順順升到了城堡時代了 但是馬扎爾這邊卻又轉出了一些肉馬 想要去壓制對方肉馬數量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樣子的話自己才有這個安全 為家的權利喔 你沒有肉馬去 有這個主動權喔 控制看一下對方的肉馬的位置在哪裡 自己的村民很容易被抓掉 這裡應該是沒動 對這裡有一個 爐 爐 爐尾 真的覺得有時候覺得中文好難 爐尾 爐尾 Z40這邊肉馬數的數量很多 而且右邊有動 Z40鑽到了這個Holy shit 趕快把這個木牆滴掉 讓這個肉馬回救一下 這隻村民 直接在外面圍了起來 不敢在裡面圍了 OK 肉馬還是在持續觀察一下 馬扎這邊的一個動向 不是馬扎 馬力 但左邊也有漏了一隻肉馬過來 但槍邊已經抓到這個動向的關係 所以沒有問題 結果在外面 為家的村民 還是被Z40的肉馬給抓掉了 但是經濟戰損來說 Z40才損失了五個單位了 但馬姑姑可是只損失了一隻而已 還是有差距 結果下面想要蓋碼頭的村民 直接被抓包 這邊碼頭直接delete掉 村民也被收掉了 Z40這邊搬回了一層 但以經濟效益來說 Z40這邊 還是有點稍微落後的 村民差距稍微落後了一點點 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他點輪走技術的關係 所以村民說會落後一點點 但他這邊還損失了三艘漁船 但這邊漁船又補回來 又把這些肉也吃乾淨了 所以實際上 經濟損傷並沒有太多 甚至可以說是 比對方經濟再更好一點點 那我們來加入一個新模式 我們來看一下 機查一下兩邊經濟狀況 當然Z40這邊又立了一個大功 又抓到了一村 三隻村民直接拿下 那最近 我有發現可以用這個統計學 來看他中場這個經濟 那我們可以看到 Z40這邊經濟 確實是有領先的 但領先幅度並不明顯 最主要是因為現在還在封建時代 大概只領先了五百多支援 但五百多支援 其實算是蠻多的 我認為 在封建時代支援領先五百多 是一件很誇張的事情 這也是因為 馬扎仔這邊沒有任何經濟加成 而且瑪莉這邊挖金速度本來就快 而且他的這個木材的消耗費用 又少了一些 漁船可以出的再更快一點 好 這些都是Z40這些細節 所累積起來的資源 這邊木槍能夠敲得掉嗎 好 馬扎仔這邊補下了品種 馬卡的部分也再慢慢升了上去 殘寶時代兩邊差距大約35秒左右 好 裡面那隻村民還是被收掉了 我想這個是要打多久 這個肉馬就是在旁邊看 好 這邊第一時間收掉了一隻肉馬 但是 馬姑姑這邊肉馬有異攻的加成關係 水傷非常高 雖然瑪莉這邊也是點了異攻的關係 而且還有異防 但是血量上來說 是稍微劣勢於馬扎仔這邊的 好這邊準備第一次你想要等 弱馬升級完成之後再反打 跑速弱馬升級上去 好打的是一個雙馬就開局 那家裡的TC喔 大夫也要趕快補下 看一下可以補哪裡 補在左邊這個位置 補了一個 也可以補下3TC也可以考慮喔 那如果他是雙馬就開始爆兵的話 他的承認中心第三個不能太早下 因為會有斷肉的問題 不然就會有斷兵斷得很慘的一個缺點 所以現在DC現在在跟自己取捨 到底要壓制呢 還是要開始蓋TC呢 這個就是他自己去拿捏的問題 哇結果這家裡三隻肉馬一直沒有抓掉 現在這隻三隻肉馬 現在又立了一個小宮 又抓掉了一隻村民 那村民差距呢 現在是四山村對上三十九村喔 馬扎仔這邊明顯落後的喔 好這邊高達第一收掉了槍兵 肉馬加上馬公開始過來 想來征服左邊這片區 但是第一次贏得了騎士也已經衝到敵陣了 中間還偷掉對方肉馬 偷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三隻肉馬有一隻被解決掉了 直接用肉馬加上後面馬公進行反之 騎士的血量有點慘 這邊肉馬想要打出一個洞有機會嗎 好槍兵過來戳掉肉馬 NICE 再一下搞定兩槍戳兩隻騎兵 好馬扎爾人這邊已經點下了更多的馬公 那馬扎爾人在這近幾次的改版 已經有提升了他的馬公的訓練速度 所以馬扎爾的馬公現在又比以前更加強大 反驅弓的重裝馬公可以更快速的量產出來 城堡時代再也不是只有騎士這個選項 好這邊奴炮開始產生出來 串燒一波 奴炮打馬公 消減掉了一些血量 還不錯喔 打到了三下 這裡馬公雖然來到了12隻 瑪莉這邊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騎兵開局的方式 這邊轉了一些駱駝 雖然駱駝打對方的馬公也是有外增傷 但是駱駝是一個比較害怕的箭矢的單位 搭配一些騎士一期前要可以給馬公的玩家更大的壓力 所以這邊我覺得Z40這邊混搭策略打得很不錯 騎士加上駱駝的戰術是OK的 當然你要存駱駝也是可以 但是你要勢必要吃著對方的打帶跑損失一些駱駝 是肯定的 這邊直接攻擊蒙古包 蒙古包直接被打爆 馬公直接衝了進來 家裡的騎士要回家送啊 外面騎士開始回去了 這裡把殘血的騎士放在這裡 所以待會要補一個修道院 這邊進來又塗殺了一村 第一時間收掉槍兵 直接往前推進 又收了一村 但沒有彈道學打歪了 但馬公果然是駱駝非常痛啊 直接被點掉了一隻 但是這邊是有混搭騎士的 但這邊很刻意喔 你看這馬扎爾人 這邊刻意射駱駝 這個就是混搭策略的好處 逼對手一定要去秀操作 他只要一操作失誤 就很有可能會被騎士大軍給包夾 甚至被反打回去了 這就是我現在說的這個情況 雖然馬公果然強大 但是操作還是需要有的 而且在敵陣情況下 很容易被包夾住 這邊直接又抽你去卡 笑死 第四零 這是故意的吧 拉村民去卡對方馬公 但是這坨馬公呢 也確實屠殺到了一些村民 村民差距現在是 自立聖靈這邊落後 59村對上72村的村民差距 這面的駱駝呢 還有奴炮也是給對方一些壓力 但是最後還是被解乾淨了 自立聖靈這邊現在是 軍事稍微有點劣勢 但是呢村民術也是劣勢的 村民術 差距13村 那軍事方面 上面 又補了一些單位 看起來也沒劣勢 還有七隻的騎士 加上兩隻的駱駝 後方的修道院 待會可以再繼續補血 順便招搶對方馬公 當然招搶馬公是其次 最主要是拿來補血跟搶聖物 現在這個時間點的用途 好這邊吃一隻駱駝 買到九隻 右邊打出一個洞口 大馬公直接上前應戰 好單刀血終於補下去了 有單刀血之後 馬公的優勢 就會再更明顯放浪一些些 其實遇到 歷史影這種打法 駱駝加上衝車 還有騎士 馬扎爾這邊 趕快轉成縱裝長槍兵 配上馬公 會是更適合的一個組成 因為馬大這邊再繼續出騎士的話 會扛不住 對方駱駝的數量有點多 而且自己的馬公數量也沒有堆疊起來 數量也是有點少 15隻的數量 好這裡直接拉弩炮去攻擊後方的滿弓 好弩炮被射掉了一台 後面的小頭也在幫忙招牆當中 好這邊直接滴掉 應該是要蓋城堡 但城堡資源還差了大概50石頭左右 再等一下喔 這應該是要補一個城堡 畢竟這個是他的祖金喔 這裡補一個城堡會有點危險 好馬公公的木頭有點爆亮 從前沒有直接開灑起來 好用馬公去射後方的弩炮 但自己的馬公血量有點被削減掉了 要小心一點點 好這個老頭應該也跑不掉 OK開始轉出了馬扎的標騎兵 馬扎的標騎兵這個單位有造價黃金非常之少 而且對工程器有外增傷 遇到這個情況喔 轉這個馬扎的標騎兵是一個正解 但是對方有駱駝的情況下 其實馬扎的標騎兵也沒有那麼的好突破 所以只要Z40這邊保護好工程器 這邊就去拆建築物 不是問題 然後自己趕快偷農起來 是更重要的 好馬扎這邊被打到有點經濟損傷到了 雖然聰明處是大幅領先Z40這裡的 但這邊還沒有頂下輪走技術 還有手推銷 經濟來說是非常慘烈的 Z40這邊最後還是補下二級伐木 問題不大 好這裡補下了一個工兵鎧甲 好馬扎終於補下了拇指環 有拇指環的話 待會反擊回去就會輕鬆一點了 不然這個馬弓射擊速度實在是太慢了 好結果這邊射掉一台弩鎧甲之後 後方弩化也在輸出當中 結果馬扎的標騎兵想要突破 這位沒有辦法成功 Z40這邊直接分了兩隊 左邊一隊一邊一隊 直接包夾兩邊的正面大軍 那遇到城堡之後還是選擇撤退 沒有繼續運鋼 這位奴炮越來越多過來 但是奴炮第一時間就被馬扎的標騎兵 各下戳了一下 三下直接戳掉了一台 兩台 奴炮還活著在場上動 但是又被射掉了一台 最後一台也被擊殺掉了 馬扎這邊已經損失了 不是馬扎 馬扎這邊損失了所有自己的遠程單位 現在如果再繼續被拉打的話 馬扎可能會有點危險 駱鎚數量也開始被削減掉了 但是正面的衝車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馬扎的標騎兵趕快再按個幾次出來 拆一下衝車 D40這邊決定要撤退了 送這些衝車是故意的 D40這邊還有大約一分鐘 就可以升到帝王時代了 馬扎這邊定文時代才剛補下而已 那村民差距還是112吋對上131吋 村民差距約為17吋左右而已 馬扎這邊要思考的事情 是要怎麼擋住正面的騎兵大軍 如果轉槍兵的話 雖然能扛下來正面 但是會有點相對被動 但如果打這個反驅攻來說的話 數量要夠多 正面也是要一些坦克的單位防守 那我覺得可以打這個馬扎的標騎兵 去當坦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甚至直接轉大陸馬也是可以考慮的 黃金盡可能省下來留給馬公使用 那有人會說要不要轉遊俠 遊俠的部分我覺得打馬力 並不是非常優秀的一個單位 這樣打其他文明還可以 但是要考慮到馬力這個駱駝的傷害加成 還有這個攻擊力 其實不太好用 好 馬扎這邊轉出了長槍兵 OK 轉槍兵 防守是OK的 下了非常多的軍儀 馬力這邊點下了3級的馬卡 騎士直接衝過來 這邊衝兵只能撤退 重張長槍兵終於產了出來 稍微拉打一下 收掉了駱駝 好 右邊的部分 少量洛馬直接串到了 馬姑姑的家裡 而且這邊輕騎兵 還沒有升級完攻擊力喔 要是攻擊力全升完的話 殺傷力更猛 但是第一次領軍把左右兩邊的一個城堡 都已經建立起來了 兩邊重要的黃金礦區 第一次領軍有主動權 這就是為什麼轉重裝長槍兵 是一個比較尷尬的東西 雖然他可以扛住對方駱駝正面 但是他是缺乏了這種 正面突起的能力 甚至會被對方控圖 是很有可能的 那現在機器裡很聰明 直接把左右兩邊重要的礦工球給控下來 這就好像在桃金槽中間 插了一根城堡一樣的感覺 直接這個桃金槽變成兩塊區域 好馬渣這邊直接把槍兵給升了上去 級兵也升級好了 但城堡終究還是傷害很高 把這個最後的馬攻可以解決掉 那馬渣遇到左右兩邊被控的情況下 不太能再繼續轉馬攻 這樣就很危險 變成黃金挖完之後就會斷金喔 斷金就沒有辦法去打黃金兵 不然就是要考慮把中間大量的石頭給保護下來 然後去把這個挖石頭 然後賣石頭的一個策略打法 但單以馬渣爾標騎兵 跟瑪麗的飄漢精神的輕騎兵比起來 瑪麗的弱馬是可以打得贏 這個馬渣爾標騎兵的 所以這一點喔 馬渣爾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 好 這邊攻擊力非常痛 直接抓後方村民也不管後面有沒有馬攻在射 左邊已經利用強兵守了下來 但是左右兩邊的金礦術 還是讓Z40享受到了非常多的黃金加成 但最後Z40這邊突然轉出了飛刀女獵手 飛刀女獵手打步兵單位相當的好用 跑得也快 而且有武功的射程 射程也算OK 沒有到非常短 好 飛刀女獵手直接硬扛 正面的反驅攻的馬攻 飛刀女獵手是比較害怕對方的攻兵單位的 所以這時候轉飛刀女獵手出來 主要是針對對方的槍兵 而不是馬攻的部分 馬攻的部分的話可以考慮使用 洛馬或是駱駝去進行壓制 會更好一點 那如果需要用到 騎兵單位去壓制後方的話 正面的槍兵問題 還是要解決掉才可以 好 大量的槍兵 開始拆除前方的建築物 力士領這邊打算要再屯一波兵 補下了一個城堡在正面的位置 好 那馬大家開始往前 要來開始挖石頭 這邊石頭挖一挖也是一筆可觀的金錢 那這個區域相對來說不好防走 城堡能蓋的位置很少 好像只有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還有這個地方可以蓋城堡 這個地方也可以這樣子 中間這個位置蓋的話沒有辦法 好 正面城堡扛好了 力士領的門面守住 點下了金冠技術了 飄悍精神 攻擊變7加7 14攻傷害 打後方的馬功傷害非常疼痛 正面馬功只能選擇撤退 馬功吃到一下輕奇變成傷害 有11點的傷害啊 哇 這邊越來越多馬功直接被屠殺蛋劑 好 家裡大量槍兵怪防守 把這邊飄悍精神 屠殺掉了大概約10隻的馬功喔 一路殺了過來 好 馬達這時候補下了3級的工兵鎧甲 但中間的黃金礦 不是黃金礦 石頭也被擴容下來 現在基本上跨到斷金了 好 更多的馬功被產出來 還有長槍兵 但長槍兵的部分依舊沒有辦法解掉 後方的飛刀努獵手 飛刀努獵手這邊已經生好了精銳 13加2傷害15攻喔 好 飛刀努獵手 配上弱馬狂暴 馬力這邊黃金已經來到了4000多黃金 那這時候馬力喔 也可以考慮直接轉個什麼 劍兵勇士阿 跟對方互打 劍兵勇士遠防也很高 也可以扛這個馬扎爾的馬功喔 但馬扎爾現在已經要完全斷金了 馬功甚至連重裝馬功都點不下 更不用說反驅弓了 看來是要兩兩了 快速也點不下去 太窮了 馬扎爾被窮死 Z40這邊封鎖戰術打得非常成功 高地的飛刀努獵手繼續持續輸出當中 正面的槍兵 數量越來越少 後方的馬功只剩下15隻 這邊只能賣石頭轉黃金兵 但這樣買賣的話 其實只會越來越虧 越來越打不贏而已 但不按槍兵的話 正面的輕騎兵又不好解決 哇 洛馬踢到了馬功 哇 砍掉了一些數量 被動奴獵手和奴獵在輸出當中 這時候馬扎爾也轉出了一些騎兵單位 也轉洛馬應對 但洛馬負打情況下 是打不以馬力的洛馬的 好 旁邊還有混大的一些槍兵 撥掉了一些傷害 好 馬功這邊要往前嗎 好 這邊用巡弱 好 這邊射掉了一些飛刀努獵手 飛刀努獵手遇到弓兵還是有點害怕 好 這時候馬功突然打出了GG 哇 真的扛不住啊 D40打完居然還有5000黃金啊 這個D40的風酬黃金策略 打得非常適合 而且前期的大量的騎兵單位 確實把馬功鎖在家裡 沒有其他餘力 可以去控制左右兩邊 那我覺得馬功鎖這一場的關鍵 應該是沒有偷偷去站下其中一邊 如果他能站下其中一邊的黃金礦的話 他這一局可能還不會這麼慘 甚至還有幾乎可以反打回去的 那我認為馬炸這個文明 要反打回去馬力 並不是非常困難的 只需要大量黃金 轉出防曲弓馬功 打回去的話應該是OK的 但D40這邊更勝一籌 這個更勝一技 城堡的部分直接建立起來 正面城堡也沒有代曼 他也沒有覺得 欸我很強 所以我就不該城堡防守家裡了 正面的路也被封鎖掉了之後 馬炸就只能被迫回家防守 所以只能打出GG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馬炸拿下了食物跟黃金石頭的勝利 黃金這次贏了快到一倍了 食物的部分則是贏了大概7000左右 木材只是輸了大概1萬 因為馬力 不是馬力 這個馬炸後期 基本上只能去罰木了 其他聰明都不能去包黃金石頭 木頭挖完了 安全木區沒有了 只能種田 種田種到後面只剩下垃圾兵可以打 最後也只能打出GG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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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